拄逼借光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知道,对于拄逼这一行为,最近一位英国的老大妈也做出了这样的事,但是她不是为了借隔壁的光来看书,而是为了满足无聊的偷窥欲望。 现年79岁的老大妈珍妮特两年来,一直在用错刀等工具,在邻居和自己的共有围墙上,钻风打口,硬生生打出一个缝隙,来偷窥邻居的生活。 邻居是一对夫妇,妻子患有乳系麻,本身身体已经遭受痛苦,每天还要面对珍妮特的左臂偷窥,这堵墙已经被她左开缝隙好几次,他们都想把用蜜蜂交堵上。 但是珍妮特依旧不屈不挠,用刀、锤子、钻头和枣子,将蜜蜂交从花园的墙上推出来,并透过缝隙盯着邻居。 当然,这已经不是珍妮特第一次这么对待自己的邻居了,珍妮特在这所房子已经居住了三十七年,她之前对她的邻居也是劣迹斑斑,她曾经用水管淹没了邻居的车库,还在邻居花园前的门口排起了一排死花。 对着花园供有围墙大喊大叫,说些很难听的话,我们搬到隔壁后,就开始了针对我家人的个人仇恨。 邻居郁闷地表示,针对他们的骚扫,已经持续了两年。 邻居说,现在想到回家就很痛苦,他把我们的生活搞得一团乱,想想都压力山打。 最终法院判决,珍妮特两年内不能靠近和接触他的邻居的警令。 另外,他还需要赔偿上千元的围墙损失费,不过,有个老人的邻居,这些赔偿都不足以支付受害人的精神损失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